今日大陆宣布对台湾134个税务产品 终止适用ECFA协定税率 台湾媒体称为两岸经贸往来投下震撼弹 规模也远大于半年前的12个税务产品 国台办近日强调 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在 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重要协议 然而赖清德政府持续坚持台独立场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中国有关部门 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 终止了ECFA下的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这一决策反映了两岸政治互信的缺失 并凸显了政治立场对经济合作协议 实施的深远影响 赖清德在五二零演讲后 解放军进行的军事演习 向外界展示了其军事威慑力 台湾军方对此感受颇深 意识到解放军的行动是严肃和紧迫的 然而这种紧张的局势并未能 有效触及台湾的普通民众 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如常 对于外界的军事压力似乎麻木不仁 甚至有人认为这只是狼来了 的虚惊一场 真正的危机感尚未在民众心中形成 此外 这次大陆对台湾的优惠政策大幅度停止 无疑是对赖清德政府的直接打击 这不仅影响了台湾的经济利益 也可能对台湾的国际形象和内部政治平衡造成影响 我认为 长期以来所谓的穷台策略虽然迟迟未实施 但总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充分的理由 现在 随着政治立场的硬化和经济合作的部分中断 这个时机似乎终于到来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措施 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台湾政府的立场和行动 直接影响到其与大陆的经济和政治互动 对于台湾来说 找到一条既能保持其政治立场 又不至于与大陆关系恶化的道路 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同时 台湾民众的感知和反应 也将是塑造两岸未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 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需要双方在保持各自核心利益的同时 寻找合作与对话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持续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才能够找到解决分歧 增进合作的有效途径 希望未来两岸能够在相互尊重 和平等的基础上 探索更多合作的机会 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繁荣